台湾民俗信仰中的农历七月 是恶趣受苦的轨道众生 能借着鬼门开来到人间享用祭祀供品 今年生命电视在台中洲际棒球场 举办了一场普济优名的大蒙山孝亲诗诗法会 参与人数将近1500人 借由三宝威德利加持 使弥扬众生在天间文法 至心忏悔 受持三规文法秀实时 心开意解聚得解脱 什么是蒙山诗诗呢 大蒙山诗诗是为悲悯恶道众生所举办的法宴 法台上会供置佛像 并被清水于各种食物 对面则会设孤魂台 共识方法界六道群灵之位等 供请有德恨的三师登坛主法 词咒诵祭 并对群灵的六番开示 使其种下未来成就道业的菩提音 但有没有想过如此盛大且庄严的法会 除了佛菩萨及隆天护法的庇佑 还有法师们的领重修持才得以成就之外 背后有多少位制成为法会无私付出的义功菩萨呢 如果做相当的话应该也是快十年了 当中应该有很多挫折啦 然后也是有佛力加值 让我才能继续到现在 其实当志工不辛苦是骗人 但是你如果每一场法会的话 你都会觉得很发喜的话 那是你人生的第一步 也是往生活入道的第一步 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就要想一下 停顿一下 转个链会更好 如果能这样想的话 你的路才能走得更圆满 更久 记得我去学插花是因为我们家里 刚好有佛堂 那我就想说插花来供佛 那没想到一插就 插了三十几年了 好像就爱上这个插花嘛 觉得说我要发挥我自己的良能 那因为有法会的话我都会参与 那让这个法会能够就是相得益彰 我发觉到我认识的朋友 他们真的都很有佛心 所以变成说大家都就是以花会友 这个插花只是辅助性的 但是好像有花感觉整个会长都很双严 所以我们那些朋友我一找他们都很乐意过来 就是说众生实在大家都很苦 都是生病往生比较多 所以摆这个要工作就可以利益他们 我们还要配色 我们每一桌都要配不同颜色 他还要就是说有一点七分 不要都大同小异 所以我们大概一个小时以内排一桌差不多 我当职工以后家里都很顺遂 而且小孩子也都很乖 也有度到家人 现在我家里的小孩都用数数没有出分的 所以这一点我感到很欣慰 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参与我们这个五方讲堂 希望他们先来接触我们的法会 以后才有机会 才可以参加我们的志工行列 对不对 这是我的棋验 每次我们在中原时间来讲 可能会受一些天后的影响 来想办法说 怎么样子让法会可以圆满 庄严的完成 把法会的活动里面 有关普品 还有商品的一个摆设部分 有委托我们公康超市这边来做负责 主要的工作内容部分就是 由我们来负责订购 配合主办单位的场地 由我们协助帐篷、桌子 在法会之前 把这个补品的部分 顺利的把它摆设完成 让我们法会的人员 可以专心在法会部分的业务 而不需要去担心 这些补品的工作 刚开始接触生命电视台的时候 也是抱着说来参加法会的心态 可是我们来这里的时候 发觉到好像这里能够付出的更多 因为一般的话其他的道场来讲的话 做访问的时间都很短 很少有像这样子义工那么大的付出 所以说我们觉得来这里就有那种冲动 想要说来这里参加这种法会 然后能够做义工服务别人这样子 像我们来参加义工以后 你即使你会越做越发型 你越发型的时候就是越希望更多人能够来参与 因为让每一个人都很高兴 十万法界这个图形跟摆设的设计的话 我们是累积一年的时间 所摆设的经验 然后全部都应用在今天上面 由小法会里面慢慢的累积图形 然后到了这个大法会的时候 做一个统筹 然后再来设计分配跟组装一年的 一年的法会的那个构思 这次负责是三组十工 前两三天就师姐载着车子到处买花 然后筹备一些工作 真的是战战兢兢的这样子 有的是花财颜色之类是没有办法 能够一次筹备全部完整 所以大概可能都是会跑个两三次左右这样子 擦花过程中如果有少的话 我们可能临时又跑去花市买花 兴趣是最重要的啦 然后平常因为现在科技比较发达 像有一些插花的资讯 我们都可以从YouTube上 会有一些插花的技巧 然后就可以来从中学习 所以是说希望这些有志之士 一起来跟我们参与这项法会的活动 外场的法会 真的是要动用一两百个义工 参与我们这一次 每年一次的阿蒙山 因为这是很殊胜的啦 所以说我们每年都是这样子 大家每个义工都很辛苦啦 工作是比较多 比较忙 油法会都是很忙 尤其是外场 外场的真的是很 动用很多很多的人啦 所以说我们也是要协助我们 一些来支援的一些菩萨 来给我们支援 好 很好就是我们那些菩萨 都很花心来协助 我们这一场的法会 以及前几年的法会 都这样子来协助 真的是很感恩的啦 年轻人比较对这个大辽香肌比较缓 所以就来接触的人就比较少 比较闷热在外面嘛 早期的时候没有矿泉水 早期的香肌子就是用 就是大众花心来煮开水 这样共种 就是那时候看香肌子 比较没有人承担 所以就接触到香肌这个工作 当下不求回报 那很多很多的感应都是不求 不求自来啦 而且我们在这里面的老菩萨 都已经差不多 年纪都七八十岁了 那他们在他们的无畏 是每个人都做得花心充满 而且又身体健康 所以欢迎有兴趣的 有兴趣的师兄师姐 大家一同来签议 我会把这个经验传承给他们 我之前还是就是做一般大德的时候 有参加过师父海涛法师的法会 然后被师父的那种认真的那种态度而感动 然后我会觉得说 就会想说等到退休之后 就直接加入那个师父这边志工的行列 我退休下来的话 我大概三年都是在参加法会 然后后来看到很多义工做很多的事情 然后我们会觉得也很想 就像师父所讲的 我们也很想服务大众 是抱着一颗服务的心来的 希望能有所 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有所回馈 因为共国的话 它可以培养专注力 然后还有你的耐心 还有可以 有挑战啦 蛮挑战的 所以如果希望说 要培养专注力来讲的话 可以欢迎来参加那个共国主 差不多十二年前 我就无形中在那时候住台北 然后看到我们海涛师傅的电视节目 然后看到他我就很自然的很想跟随他 后来搬回来台中 我就自己去找义工的工作来做了 那做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 最深刻的就是家里很平顺 我小孩子都健康了 那我自己本身都是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我这样子 我都会看到有大德常来的话 我都会邀请他说 请他来当义工这样子 有的就会加入我们的义工行列 早期呢是从法界卫星 然后海涛法师在那边弘法的时候 然后就觉得说 师傅讲的佛法都跟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 所以就自己去 自己主动去当义工 就这样子来的 然后这么多年下来呢 我们 因为每一年都是承接环保 那我们的师姐也做得很发喜 所有的善事 我们佛教徒应该都要去参与 对 这也是修行的一部分 对 所以我们的师姐 一起来做这个环保 因为我们环保爱地球嘛 这是每一个地球人应该尽的本分嘛 所以我们去跟我们的师兄姐邀请的时候 他们也都很高兴来参加 因为我们跟着海涛法师做这种利益众生的事业 差不多20年了 我想说 这种利益众生的事业 希望大家都来参与 我们自己要做表率 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活动 比如说要成就一朵大年花 大年花需要很多花瓣来庄严 才会成一朵大年花 所以说希望说也是经由我们这个法会 然后大家看到很多义工来帮忙护士 然后会引导他们也希望来参与这个法会这样子 要成就一场殊胜法会的因缘非常不容易 一场数千人的法会 背后有数百名义工菩萨的默默付出 才能呈现我们所看见的 犹如佛国净土般庄严的法会现场 借着这次明阳两立的大蒙山施石法会 提醒我们不仅要谨尊于兰盆孝亲报恩的美德 也将法会修持功德回向往昔清卷及恶道众生 令其文法能心开意解 放下直面 往生净土 感恩佛菩萨加持 感谢法师引领 更感谢那些在法会付出的义工菩萨们 不断为成熟众生 庄严国土而精进努力 也为每一次法会增添不一样的光彩与美景